我在几个月之前发了一段视频 后来很久就没有更新了 很多人也很关心我 我现在在韩国所以特别的安全 5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然后我就去了台湾 现在还有些人说我口音有点台湾腔啊 挺感激那个机会的 因为如果我不去台湾的话 我就完全不知道台湾还有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是怎么样的 当然我也很痛恨这一次去了台湾 因为去了台湾之后 有时候对比你才知道 政府做的哪些东西 别人能做到的 你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你却做不到 而且当你说出来还不允许你说 这就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悲哀 嘴巴上说的很强大 地铁好上来了 鞋带伞 20岁之前我一直都是生活在大陆 也没有去过任何国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们学校有交换学生的项目 那时候我就毅然的也没有跟嘉林说 就是我有时候做事很冲动很疯狂 那时候网络上很流行一段话叫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可能当时也仅此而已 并没有想到台湾有什么 有什么自由民主 那时候跟这些完全不相关系的 最疯狂的是完全没有跟嘉林任何说 我要去台湾的事情 直到最后就是说 学校里面说必须要家长签字 然后就说了 我要去台湾留学 才跟嘉林说我去留学 很古怪的 在这边 那么他跟嘉林说一话 我也要再聊 在这边 往中 在这边 上面 有什么 我 在这边 在这边 从这边 在这边 这么 16 在这边 我 然后一开始我也很诧异的是 台湾人民居然可以抗议政府 我完全颠覆了 我想你会不会做一个中国台湾省 那跟其他省份没有区别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 所以介绍这么多年的教育 中国台湾已经根深蒂固了 一开始的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处于一种懵逼的状态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游行 人们可以出来正在街上 我没有见过的二十多岁了 真的可能对台湾灵象就停留在用 反底字台湾国语这种腔调 更神奇的是 总统蔡总统蔡英文 你居然可以骂他 而且直呼其名 你可以骂马英九 你甚至可以罢免市长 待会我要坐的车呢 就是木槿花号 它时间多一半 但是它价格也平一半 通常我没事 我就会坐这辆车 好 这里就是首尔站 我每次等车都会坐到这个台阶上 很方便这边 有充电的地方 再来就是我非常痛恨台湾的一点 就是你为什么给了我意识 台湾改变了我原本是小粉红的身份 改变了我被设定的身份 也为此惹上了麻烦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 因为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子 我不是沉睡的大多数 我觉得人要活得有价值 其实蛮不容易的 真的挺不容易 因为有些东西你们可能体会不到 你们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说出来可能付出代交 那时候我一开始从台湾回到中国之后 一下飞机我就觉得 哦 就回来了 因为打开飞机我全部都上不了 Instagram也上不了 Twitter也上不了 然后就慢慢的下载了很多的翻查软件 整个手机下得爆满 然后一个不可以用 必须要用到 因为我生活中 我在台湾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台湾的大学生物特别的感兴趣 你可以旁听任何你感兴趣的课程 然后老师也不会赶你走 台湾的大学上课你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可以在上课吃便当啊 不要去骑行 然后这也很神奇的 就是这也可以成为前站的理由 在台湾有些很微小的瞬间吧 就是那一个瞬间可以把人进驻很久很久 甚至一遍遍 就像在我们学校吧 真理大学 学校的宿舍 3H学员 有个小黑 小黑当然他是一条狗 然后每天都会睡在我们那个宿舍楼的大厅下面 不知道是学校里面的社团的性质的 就是有团体的去照顾他 去给他检查身体怎么样的 在台湾你去很多的夜市 有很多很多很好吃的 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垃圾桶 因为台湾没有垃圾桶 台湾只有垃圾桶 没有了开玩笑 夜市这么人多的地方吃的也多 还没有垃圾桶 地上呢 却见不到垃圾 回国之后 我就没有那种丢垃圾的意识 假如我丢垃圾 我会就是有那种道德的那个功德心 这也是因为我去了台湾 改变我的很多的地方 哪怕只是一个小动作 还有很多吧 我之后会专门整理一集 就是说我去台湾学到什么东西 我去台湾之后 我得到了很多东西 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失去的不是因为是台湾造成的 而是因为我去了台湾之后 我发现了很多东西 改变了我自己 也改变了我的思想 然而就是因为我的思想 没有跟着那边去走 我的行为我的思想跟那边是不一样的 就给我造成了一些 去年的时候 就是在去年香港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不晓得我是用VPN 还是说我去发表一些言论 他们就直接进到我的家里面 重点就是我被抓了 我现在觉得微信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我昨天在微信上评论了一个 因为在中国最近在推广 那个国家反诈中心的那个软件 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App Store 最好是看中国的App Store 这个APP它的评论是真的很有趣 全部是强迫下载 去学校强迫 去医院强迫 去工地 去公司 去强迫 你必须下载 你不下载 你没有办法打疫苗 上面的很多的评论里面正是存在的 微博上也有很多 是推广的初期 可能有些人没有推广到 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 今年很多用VPN的都被抓了 现在的中国越来越不敢说 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变得更新了 新时代 新清典 新思想 中国的网民应该对这句话都不陌生 5年前 我爱台湾 我就去到了台湾 看到了很多的价值的东西 觉得一个人讲没有意思 然后互动一点 对 就是6月10号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也是比较敏感 因为前6月10号往前推6天的话 其实在中国是个很敏感的日子嘛 然后再加上 什么日子也不说 观众们自己去查 那时候在香港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时候我就在微信的朋友圈 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翻墙出去把国外的一些内容 看到了一些东西 对看到一些东西 发到国内 我以客观的角度去宣誓这个事实 国内你看到的只有一种声音 6月10号我就被带走了 然后呢 发表的几天后 其实也不是发表的几天后 我是不间断的 我去台湾有五年了 这五年内我都有不间断的 去为台湾发声 为香港发声 根本就没想到 有一天会发生到我的身上 你是怎么被带走的 6月10号那一天 我跟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 他我跟他也是照会认识的 他也是他的朋友 他是玩摄影的 像一些剪辑的资源 就要看很多YouTube 上面有很多资源了 也会用到这些相关的东西 他也会接触到用VPN 然后那天早上一大早 一群人十几个就到了我们家里面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抓人的那天 他们说了什么 刚进来 刚进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蒙掉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缓过来之后 我就问他 你们找我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他们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 配合调查 然后我说我要上厕所 也不行 实在没办法 我就一直强调要上厕所 最后就有一个人 就同意的说 OK 但是他们两个人 陪同着我 去厕所上厕所 进我们家就翻 我们就在客厅等着 他们几个人进去搜 我的几部手机被搜去了 它是摄影的 什么硬碟 电脑的主机也被带走 然后我们家里面 还有个小米电视 55寸的超大 也想要带走 然后我就说 电视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打开看看 然后他们可能也觉得太重了 翻来看一下后面 也的确没有什么外接U盘之类的 就没有带走 问我有没有什么外国朋友 一开始问是你在本地有没有外国朋友 我们就说没有 的确在山亚是没有外国的朋友 然后问我们在网上有没有外国朋友 我就都是如实回答 我说的确有很多外国朋友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我有很多外国朋友 旅游认识很多 然后去台湾留学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同学跟朋友 如实回答的 甚至就问具体跟谁聊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说 我跟小明经常聊天 他是哪里人台湾人 我跟小红也经常聊天 他就问你你把小明找出来 是不是有这个人 我就找了 就的确有这个人 当时还好我没说谎 如果我说谎的话 他让你去找 找不到小明的话 你就对不上 有问你对话的内容吗 有 他就是笼统的说 你跟他们聊的主题是什么 大概都聊些什么 我就说聊在这边的生活 日常 这些东西 你们有没有什么国外的事例 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团体 你有没有加入什么团体 我说没有加入什么团体 因为这真的 我完全没有加入什么 我就是我自己 没有什么团体 我只是一个公民 我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没有谁让我去这么做 因为去台湾留学 然后去那边已经习惯了 那边说 我要打个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这是我的日常 认识很多玩摄影的朋友 他们工作东西也需要 我们就互相交流 分享 怎么用这些软件 这个就 他们就抓住了把柄 我们手机上装了这些软件 我苹果手机里面就装了 叫Shadow Rocky 小火箭这款软件 他们就会有个口袋罪给你 我有这个翻墙的这个证据在这边 然后呢 我还把这个翻墙的软件 去交给朋友了 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翻墙 这些都是他们很忌讳的 但是我手机上 的确是有翻墙软件的 的确 这个软件我也交过给别人的 就拿这个就可以定罪吗 就可以定罪 有个叫提供 中国的法律面 他没有说什么提供翻墙 泄露的 对 没有没有 法律面没有说VPN是违法的 也没有说翻墙是违法的 但是我们去看近些年的这些被抓的 很多翻墙的人 以口袋罪来论罪 他们就抓住了我这个爪笔 就说 哎 你翻墙 你叫别人翻墙 翻墙是违法的 然后就以这个定性了我 然后他们就 签了一个什么 给了我一张表上面写了 让我们签字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拿一个那种长条的那种塑料的东西把我们手给绑起来就绑着那个藤角 我大概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不是铁的那种是透明的而且越拉越紧那个抠得很勒的 那后来他们把你们带哪里去了 以为说去附近的派出所 但是他们没有 开车就越开越远 然后上高速 我整个人蒙掉 这到底要是去哪里 我就问他们是要去哪里 他们说要去海口 到海口那边了 一开始是在一个派出所里面审问 没有审问几分钟吧 然后立马把我们又调到 名字叫什么 海南省刑事侦察局 它是一个地下室的 半地下的 然后里面有一排的审讯室 然后我跟室友呢 就被分到不同的房间 我也想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在网络上去微信里面发表 微信是真的监控很强大的 最好是不要去发表一些关于政治的一些言论 点评也好 一些评论点赞 你知道就好 不要去评论 我因为经常熬夜嘛 四五点才睡觉 那天他七八点就去我们家了 我一般熬夜体温就上升得很快 加上那时候天气很热 路上也很慌 那时候疫情特殊时期 然后我们去做核酸检测 我跟我室友体温都是超出了人体的正常体温 他们打电话时我就听到说看守所那边不收 原理是他们原本想要把我们送去看守所 看守所那边我们也进去不了 他们也没办法 看守所那边他也怕出事啊 疫情特殊情况 谁也担不了这个责任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 然后就去银行就取了一万块 然后交了那个钱照 按理来说我们是要继续关到那边的 他说你们应该值得庆幸 后来回到三亚之后怎么样呢 回到三亚的那一天 然后其实教会里面都知道了 牧师他们都知道了 然后牧师去了那个我们辖区的太租所去问了这个情况 太租所刚好当天也是他们带着那十几个便衣去我们家的 他们只是说是上面部门的 不知道是国安局还是什么单位 反正是上级单位 他们也无权 我很感动 我回去之后 像晚上啊都会去他家吃饭 然后他跟为我做祷告 我就非常的感动 不是说放我们回去就此而已 那是没有办法再放我们回去 放我们回去之后 他们后续的都不断的叫我们再去接受调查 他们一般提前通知我 就是提前一天 然后隔天 就海口那边 对隔天八九点就要我们去那边 他们可能那时候上班嘛 很感谢就是牧师每天五六点起来 跟我们一起开车送我去海口那边 然后等到下午才一起跟我们回来 就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后面很多次不间断的这种 他们原本说一个月事情就可以搞定 我那时候就说一个月之后我被关还是这样 我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已经麻痹了 因为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 香港很多人就被关了 我要么就进去 但一个月之后还没有任何结果 那段时间就很焦虑嘛 那时候我就很想离开这里 本来我就计划了是要去韩国留学的 我七八月份我一直都在往返的那种跑 到九月份的时候我就想离开了 因为我受不了了 也很顺利就拿到了留学签证嘛 我本来九月份就走的 有很多的东西限制于我 九月份就没走 因为他们跟我说我被限制出境怎么样 你就出去不掉了 就担心这个是吗 对我就担心这个 如果说我被海关当场给拦截下来了 我被抓了 我也无所谓 我也不怕 所以是在我不怕的基础上 我有一线希望 我干嘛去放弃呢 然后我就唯一的这个希望 我就抱这个希望 我就出国留学了 我的老师就一直催我 你怎么还不来 在十月份的最后一天三十一号 我走的 就是到你来到韩国之后 他们还有再给你打电话吗 有打 打两次 然后我只是把他 哪个部门给你打的 两个部门都打了 然后我在国内就很烦了 我来过韩国 我觉得我当时在韩国都什么都很顺利 我原本很开心的 然后又看到这种电话的时候 打乱了我很开心的这种生活的节奏 好困哦 反正就是说我来到韩国之后 也是不间断的有一些被他们的干扰到吧 干扰到我原本的生活 对 他们是要求我回去的 银行卡什么都正常可以使用 但是后来就又被停掉了 就是没有停用 就是冻结了 你不可以用 干扰到你 然后你没有办法生活 你没办法拿钱 你没有办法去交学费 你没有办法去买东西 你快回来吧 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我们 很窒息 对对我来说是比较窒息的 可能有些人觉得会OK啊 我酷好 我都不管别人的生活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我不管国家发生什么 很不习惯这样的生活的圈子 所以我就想想要就出来 所以说如果还在国内的朋友 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的性格的 千万不要去发表那些东西 有些人会搬墙了之后看到很多东西 就把那一搬到国内 千万不要这样做 很危险的事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拍一拍 然后之后我会更详细的去说一些东西 然后现在呢 今天就是这样吧 刚刚NG了很多次 因为今天没有什么准备 比较随性 下次会准备的比较简要一点 跟大家分享 然后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都没有一时间讲不完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 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中国有一种叫P2P 它的利益很高 你把钱放进去 你可以拿到更高的利益 当时它就是很多平台 是国家站台的 国家背书的 我就把我的钱就信了放进去了 然后去年跑路了 下一期我会具体说 我为了拿回我的钱 我去做的什么 然后我被跑路了多少钱 包括就是我为了拿回我的钱 我去做了哪些行为 哪些行动 当我做出那些行动之后 我要受到了怎样的打压 我会在下期的节目里去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可怜的吧 希望大家能给我留言 支持与点赞 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动力 也希望大家以后不要 轻信网络上的一些言论 即便是政府站台的 政府背书的 都不要去轻信的相信 我们大家还是有一个 清醒的头脑 对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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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